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曲歌曲的可听性和传唱度 你不妨多听两遍 其实还是很有潘红独特味道的 02 曹阳歌浅三颗星 曹阳演唱这首歌的状态与感觉都与他之前盲选的时候要好不少 说明他短期内在谢霆锋导师的指导之下还是有所进步的 这首歌也挺适合曹阳演唱 完成度很高 几乎达到了所谓的人歌合一 他对这首歌曲也非常熟悉 对每个细节都处理得几近完美 尤其在转调的那一乐剧之上 可以见其演唱功底之身后 曹阳演唱的这个版本风格偏流行化 估计不久应该会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 03 高瑞爱的勇气四颗星 高瑞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澈透亮 带有一些伤感 但是却会让人看到他坚强勇敢 这首歌曲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 很适合他演唱 高瑞在演唱的当中呢 对歌曲的情绪上把握都很到位 作为一位大校大学生能够有如此的表现 应该说非常优秀了 美中不足的是 也许高瑞比其他学员多唱了一两首歌曲 听多了会觉得他的歌录呢偏假意邪 相信 希望他下一次选歌的时候能够突破自己 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优秀的柔情少女高瑞 04 傅信尧 消失 四颗心 傅信尧不愧是音乐精灵呀 他的音色太特别了 在这首歌里面 他的这身黑色上衣小波浪发型 配上这样的一首相对迷幻的歌曲非常搭 整体感觉上丝毫不输原唱范小轩 傅信尧将这首歌曲演绎得很妖艳 妩媚 尤其是那些时不时冒出来的半音 他均演唱的很准确到位 在情绪把握上也相当的出色 假以时日 傅信尧会是歌坛不可忽视的一颗希望之星 05 单一纯 For our young 五颗心 单一纯自盲选时候的一首 《永不识人的爱》亮相之后 很快就征服了许多观众挑剔的眼光 年少人美歌亮是他目前的标签 我们发现这位18岁的小姑娘 有着与其年龄 完全不相符的成熟歌唱心智 她对每一首歌曲的细节 都能够完美的演绎到位 这首歌曲也不例外 单一纯的声音 富有感染力 辨识度也很高 中音区很稳定 高音区的真假声转换几乎完美 造不出什么瑕疵 尤其是它的高音穿透力很有金属的质感 晶莹透亮 悠扬不刺耳 这首歌曲很适合闭着眼睛听 多听几遍 你肯定会爱上这首歌的 以上五首歌呢 就是导师PK赛中涌现出来的 最受观众喜爱的歌曲代表 听完之后 相信你也会喜欢上他们的 当然啦 除了上述歌曲 其他的歌曲有些也不错的 比如说苏伟的《浮光略影》 宋云宁的《你我约定有三》等等 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歌曲 不妨留言畅谈吧 今年的中国号声音 有一个新鲜的赛制 推出了原创赛道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节目走到战队PK环节 这个赛制啊 似乎并没有完善 有着一些不足之处 就拿早前的钱江涛来说 在盲选阶段 他唱的《如果我不是我》 是一首翻唱歌曲 但是之后的PK环节 却是直接选择了唱原创歌曲 还有谢霆锋战队的曹阳 同样也是靠着一首原创的《威光》 成功通过盲选 但是在战队PK环节 却是选择了翻唱 同样昨晚连续登台 两次的《斑马森林》 两次登台也都没有唱原创 这让我非常奇怪 首先一个简单的逻辑 当初盲选的时候 如果不是原创作品加分 那么他们的演唱 就是普通的水平而已 没有太强的唱功 也没有辨识度非常高的音色 通过盲选 还要赢下这么多的PK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李荣浩在节目里面有说 自己为什么不让《斑马森林》搞原创 其实我跟他们相处之后 我觉得他们像我小时候 搞乐队的时候的样子 这样的解释我其实没太看明白 是什么意思 我个人更加倾向于 是《斑马森林》的存货 或许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多了 或者说是有存货 但是存货不多了 所以想要留到后面再唱 或者李荣浩可能认为 作品质量不如之前 所以没有让他们唱 首先明确一点 李荣浩早在盲选的阶段 将《斑马森林》 那我自己乐队的时候说过 唱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斑马森林》能够在盲选阶段 收获这么多导时的肯定 以及人气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原创作品确实挺不错的 只不过两场比赛之后 似乎并不能说明 《斑马森林》是很强的学员了 首先《斑马森林》的第一轮PK 和匹诺曹乐队 这一轮《斑马森林》唱的是 周杰伦的《一路向北》 实话实说 中规中矩的演唱 不出彩也不降分 就很普通的水平而已 和原版的《一路向北》 来相比的话 降了两个半音 首先给各位分享一些 Vocal相关的小知识 对于有恋声并且明摆 如何唱歌的男嗓而言 G4和A4的难度是完全不同的 一路向北之所以难 便是因为它有着相当多的A4 《斑马森林》这样降调之后 这首歌曲就简单的太多 基于这样的音高曲演唱 想失误似乎也挺难的 只不过既然我说了 斑马森林的翻唱不算强 那为什么他这一场 却大比分战胜了匹诺曹呢 这场PK与其说是斑马森林强 不如说是匹诺曹太弱了 这个弱并不是说 匹诺曹唱的有多不好 而是他们这样的编排 音乐形势能够接受的人本来就不多 虽然演唱的是一首传唱度比较高的卷珠莲 经过改编之后呢 却已经完全找不到原版特有的美感了 不那么容易get到美感 自然呢也就不会得到更多的投票了 毕竟现场的大众评委 投票和当初盲选阶段 基本是两个规则了 好听仍然是第一位 在不清楚大众评委的口味情况之下 选择市场更欢迎的歌曲进行翻唱 是最适合的选择 但是却也是挺的确没劲的 第二轮PK斑马森林 似乎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因为他们碰上了实力非常强悍的傅星瑶 这一场斑马森林唱的是一首星空 和前面一样 我仍然不觉得斑马森林这一次唱的有多么好 并没有看到个人特色 如果硬要让我夸的话 是这首歌曲本身就很好 旋律美感也比较容易get到 各位去听完原版之后 后续也能够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了 只能说李荣浩给斑马森林选的歌曲 还是比较适合的 特色是一个学员应该有的 如果两个版本几乎没有差别 那翻唱的意义在哪里呢 傅星瑶便是一位声音辨识度极高的学员 《消失》这首歌曲 就市场欢迎度来看 是远不如星空的 但是唱功的差距却是巨大的 即便在选曲上有着一定的劣势 但是最终却仍然战胜了巴马森林 这一场比拼唯一让我觉得比较疑惑的 导师们在最后选票投票的时候 都给了巴马森林 李玉川表示的理由是 因为这种精神如何如何 说了很多很多 但是就是没有评价音乐本身 而李玉川则是压根就没有评价 或者是评价了没有剪出来 直接就投了巴马森林 这是让我觉得挺奇怪的点 毕竟按照剪辑的顺序来看 如果是导师投票之后 大众评审再投票的话 多少还是会影响到大众评审的 不唱原创的巴马森林书 给傅星瑶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虽然在盲选阶段 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实力强大 但是那是因为原创 而非唱功或者是声音的本身 原创赛制应该如何推 如何进行 或许好声音节目组 还得再思考一下 至少靠着原创过盲选之后 却转座翻唱 这并不适合 也希望这次没有唱原创的巴马森林 之后能够带来 比盲选阶段更加优秀的原创作品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